这个女人名叫十三妹 此时她刚入红星 就主动接下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她过人的这份胆识 也支撑她从一个岌岌无名的小妹 一路爬上了波兰街老大的位置 成为了旺角街头的风云人物 十三妹是红星吹水达的女儿 吹水达爱当爱赌 胸无大志 就连十三妹的名字 也是她连赢十三把后随口给起的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 吹水达依然是帮派里不起眼的小人物 靠着溜须拍马勉强混口饭吃 这天吹水达正陪着几个大哥打牌 十三妹就带着自己的好朋友阿润走了进来 阿润长得美貌 在场的男人眼都要看直了 十三妹让他们别打阿润注意 说爸边将几张六盒彩递给了吹水达 又从牌桌里拿走了一大把钱 去交夜校的学费 十三妹走后 牌桌上的男人半真半假的开起了玩笑 可吹水达就这么一个女儿 自然是不舍得 便随便扯了个话题糊弄过去 十三妹和阿润在夜校上课时 待课的十老师见阿润长得漂亮 就动起了歪心思 十三妹见她这样 便决定和阿润教训一下她 下课后 同学们都陆续地离开了教室 只有十三妹和阿润还没有走 见十老师上钩 十三妹便直接开门见山地谈起了生意 她谎称阿润是专门做这一行的小姐 要价五千约她去酒店 十老师色令制婚 直接掏出三千块钱订金 付给十三妹 到了约定好的时间 阿润直接带着十老师去了酒店 付完钱后两人来到房间 阿润躲开她的触碰 让她先把剩下的两千块钱给她 等十老师给了钱 阿润又谎称去洗澡 躲进了卫生间 等待着十三妹的消息 阿润为了拖延时间 反推半哄地让十老师也进去洗洗 而她则在收到十三妹的消息后 偷偷开门溜了出去 正在洗漱的十老师丝毫没有察觉 打开门就看到两个警察站在门外 教训完十老师后 十三妹和阿润一起来到了江边的摔跤场 今晚的拳赛我全压可乐 十三妹口中的可乐 是一个长相英俊的摔跤选手 实力十分强悍 再加上十三妹心意她 于是便将赚来的五千块钱 全都压到了她身上 而这种场合自然也少不了吹水达 这场可乐的对手是红星太宰 两人刚打上 十三妹旁边的男人就高喊打倒可乐 十三妹气不过直接给了她一拳 趁中场休息时 跑去给可乐加油 但可乐的目光却直接落在了阿润脸上 下半场两人打得更加激烈 可乐出拳迅速 快地让人来不及反应 太宰只能被动格挡 最终被可乐一拳打到脑袋 晕倒在地 可乐赢了 十三妹比任何人都要开心 吹水达兴致勃勃地跑去拿钱 而十三妹则带着阿润去找可乐道贺 但可乐却依然越过十三妹 看向了阿润 十三妹让肥九给他们三个拍了合影 但肥九拍照技术太烂 照片全都模糊不清 但十三妹依旧爱不释手 十三妹是红星的 可乐是东星的 两大帮派虽是死对头 可丝毫不妨碍十三妹喜欢可乐 所谓人穷至短 十三妹跟着吹水打苦了十几年 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了 却意外发了一笔横财 原来上次十三妹塞给吹水达的彩票 竟然中了60万的彩头 吹水达一招得意 将中彩票的是传的人尽皆知 殊不知正是因为如此才飞来横货 道上的闲师听见这一消息 直接让手下连人带票 一起绑了过来 吹水达没办法只能跪下来求他 却被闲师的手下好一顿毒打 十三妹回到家 但吹水达被对着他一言不发 十三妹察觉出不对 吹水达这才将彩票被抢走的事告诉了他 吹水达没全没事 只想稀释宁人 但十三妹哪里忍得下这口气 吹水达安慰他 以后中了彩票绝不声张 第二天 阿润逛街时碰见了贤尸 贤尸见色起义调戏起了阿润 十三妹赶来看见这一幕 赶紧上前将阿润护在了身后 阿润心声已记 记不记得 我们怎么做那个蛇老师的 在阿润的提议下 十三妹故技重施 开口就给贤尸要八千块 贤尸也是色迷心窍 当即就把钱给了十三妹 贤尸毕竟是道上混的 背地里还是留了一手 晚上阿润和贤尸去了酒店 和十老师比起来 贤尸显得格外难以对付 阿润好不容易才躲进了厕所 可另一边十三妹报警时 却被贤尸的手下逮了个正着 阿润哭哭等不到十三妹的讯息 当下变觉不妙 于是打开窗户直接跳了下去 十三妹被几个手下带回了酒店 气冲冲的贤尸直接打了她一巴掌 而另一边 阿润打电话给吹水达 告诉她十三妹被贤尸抓了 处境十分危险 就女心切的吹水达 直接拿着一把刀赶了过去 而此时的十三妹 十根手指全都被打得血肉模糊 贤尸威胁她叫阿润回来 不然还要折磨她 十三妹当然不会出卖阿润 贤尸便让手下将她卖去做小姐 好在吹水达及时赶到 见贤尸还在起头上 吹水达只能假意责怪十三妹 可贤尸并不买账 低脚踢到吹水达 对着妇女俩就是一阵羞辱 吹水达忍无可忍 一跃而起拿刀挟持了贤尸 一时间众人全都不敢轻举妄动 正之间吹水达的刀掉在了地上 一时间形势逆转 妇女俩再度成为了砧板上的鱼肉 十三妹只能看着吹水达 被他们活生生地打死 却什么也做不了 吹水达死后 十三妹心中只剩下了报仇这一件事 可她太弱小了 她提着砍刀走向正在喝酒的贤尸 一击不中便被贤尸的手下拦住 一顿拳打脚踢 贤尸见她如此 便直接吩咐手下杀了她 可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却挡在了她的身前 原来这个女人多年前 曾救过贤尸一命 看在其姐的份上 贤尸便放过了十三妹 其姐带着十三妹 来到了一处昏暗的小巷 她说自己名叫刀八旗 以前是闲尸老板的女人 混得很是风光 可后来她爱上了一个警察 还怀了她的孩子 可那警察和她只是玩玩 很快便一情别恋 刀八旗苦苦哀求 却被那警察一脚踢到肚子 当街流产 可即便是这样 刀八旗依旧不死心 蹲在警局外等着见她 却被她毫不留情地打伤 至此刀八旗才算是彻底绝望 十三妹养伤的这段日子里 贤尸被人杀了 而杀她的人正是可乐 十三妹看到这一消息 心情十分复杂 她跑去港口和可乐道谢 但可乐却说自己杀贤尸 侍奉老大之命 不是为了她 让她赶紧回去 不要耽误自己跑路 可十三妹说什么也要跟着她 这时贤尸的手下突然出现 十三妹来不及细想 便飞身为她挡了一枪 可乐解决掉那人后 抱起了身受重伤的十三妹 带着她一起离开了码头 在可乐的照顾下 十三妹渐渐好了起来 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密切了许多 可乐带着她和兄弟抱哥来到大陆 经营着一家修车行 在可乐的陪伴下 十三妹终于过上了 平静而温暖的生活 可乐没有回答 隔天却从车站里接来了阿润 阿润和十三久别重逢 十分开心 这段日子阿润一直在找她 如今总算见了面 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如今十三妹满心都是可乐 本以为可乐也对自己有些好感 只是不善表达 但自从阿润来了这里 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看着可乐载着阿润骑单车 十三妹心里酸涩不已 有天晚上阿润喝醉了酒 还轻易地搂着可乐离开 一夜未归 昨晚去哪里了 我回会就 十三妹将阿润交到外面盘问 自立行间全都是怀疑和指责 阿润说什么他都不愿相信 气急了还把吹水打得死 也怪在了阿润头上 这话彻底伤透了阿润的心 于是他扔下十三妹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可等十三妹返回车行时 却发现车行被人砸了 可乐和豹哥也不知所踪 他们临走前 嘱咐豹哥告诉十三妹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就这样十三妹平静的生活 再次被打破 他和可乐阿润之间的关系 也出现了裂痕 回到香港后 无处可去的十三妹 投奔了刀八旗 看着熟悉的街道 十三妹任命了 他决定留在波兰街 我想过了 要么就不回来 一回来就要出名 我想去找红星的大哥 而刀八旗则建议十三妹 去做情色生意 如果你有女人的信心 男人的魄力 你就一定会出头 说话间 刀八旗却突然在马路对面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人正是之前 抛弃他的警察战士 即便刀八旗戴着口罩 战士也一眼认出了他 他对着刀八旗羞辱了几句 然后一脚将他踹到扬肠而去 一旁的十三妹 赶紧上前扶起了刀八旗 这天 红星召集各位兄弟开会 会还没开始 亮坤就让小弟来替他告假 说前几天 切芒果切破了手 流血布置去了医院 明知道今天有大事就不出现 他们那套我们早就知道了 原来今天要割召集众人 是有一桩棘手的事需要处理 警察战士是扫黄区的头目 几个月以来 在旺角扫黄157次 平均每两天扫一次 可对家东兴的场子 却一点事也没有 他本来就是东兴的人 摆明了扫我们红兴的场 事已至此只能派人做掉他 可战士毕竟是警察 一时间就没人敢站出来 可众人依旧互相推诿 十三妹见状便直接起身 接下了刺杀战士的任务 众人先是差异 后又十分赞同 由十三妹做这个出头鸟 正好省了他们的麻烦 要哥很欣赏十三妹的勇气 便在众人面前许下承诺 战士结婚那天 刀八旗手捧鲜花 出现在了婚礼现场 众人纷纷侧目 问战士是谁 战士本想发作 但碍于脸面不想在人前出丑 于是和刀八旗假意寒暄 可他刚刚接过捧花 刀八旗就抽出一把刀刺向了他 战士身受重伤 让手下全都去追刀八旗 可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却拿着枪对准了战士 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手下带着刀八旗回来后 战士已经没有了呼吸 刀八旗俯身贴近 假意引得战士手下开枪 殉情死在了他的身上 战士的死让十三妹顺利做到了 波兰界老大的位子 而上天也在这时 将阿润送回了他的身边 两人分开后 阿润跑去剧组做了演员 两人摒弃前嫌 像从前那样自在地相处着 他喜欢的是你 我什么办法 可小妹却突然严肃了起来 说自己喜欢的人一直都是十三妹 阿润突然地表白 让十三妹很是惊讶 也明白自己当年错怪了阿润 阿润还要回台北拍戏 今日一句两人又要分开 只能互相助对方前途刺紧 后会有期 十三妹一回到堂口 就听说太子被人打了 十三妹问他是不是东兴的人做的 但太子却说那几人十分眼生 我认得一个虎口窝了一只燕子 另外一个手印 有一条很长的疤 十三妹听见这话 当即便想到了可乐 于是在众人面前隐瞒了他的身份 可耀哥却在此时走进病房 还说已经让人查出了对方的身份 正是可乐和报哥 十三妹心到不好 只能想办法尽力保全他们 于是他托本书帮他约到了报哥和可乐 本书本是吹水达的老大 从小看着十三妹长大 自然对他照顾有加 几人酒别重逢 一起坐下喝酒 酒局上十三妹开门见山 原来可乐和报哥这些年在马来西亚的赌场卖命 前不久太子在他们那里输了三百万 仗着自己是红星的人想赖账 可乐和报哥这才出手打了他 本书明哲宝神 无意卷入争斗 还承诺说不会和十三妹争场子 可十三妹刚走 本书就说此时是攻打红星的最佳时机 你答应过十三妹 东星绝不会砸掉的场子 你不知道有借刀杀人这一招吗 而另一边 十三妹和可乐一起散步回家 两人许久未见 聊起了这些年的经历 期间可乐还问起了阿润 虽然很诧异 但可乐还是上前抱住了他 而这个拥抱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激情 只剩下满满的情意 这天十三妹和韩冰一起去场子里视察生意 刚好看到电视上 正在播放阿润演的电视剧 十三妹正看着 韩冰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挡住了他的视线 十三妹想把他赶走 韩冰却突然从怀中掏出了一枚戒指 十三妹明白了他的意思 将戒指又还了回去 可韩冰怎么也不肯收 转身便跑了出去 想十三妹吗 而就在此时 十三妹突然接到消息 波兰街的场子有人闹事 于是他打电话给韩冰 要他叫兄弟去波兰街 可韩冰刚把兄弟们派出去 一群人就将他围了起来 而十三妹却在此时接到了报哥的电话 说可乐出事了 约他在码头见 十三妹开车去码头的路上 车上的平安符突然断了 十三妹心觉不妙 但还是赶去了码头 可此时可乐已经倒在地上 没有了呼吸 十三妹趴在可乐身上痛哭 报哥要他节哀顺便 还说此时是太子派人做的 而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报哥 报哥见事情败露 直接掏枪对准了十三妹 本书答应给我 一千万安家费 一千万虽然不是很多 在马来西亚足够我过一辈子 我顺便告诉你 你的那个韩冰也挂了 不料话音刚落 韩冰却带着人出现在了这里 十三妹的手下 为十三妹拼死挡下一枪 报哥箭打不过 转身就跑 可还没跑出两步 就被一群人拦住了去路 太子上前将他压倒在地一顿暴揍 还是十三妹赶来制止了他 可报哥丝毫不知悔改 十三妹只能开枪了结了他 最后十三妹和韩冰成功的在一起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